HELLO 我們這次要聊的是建構歷史 那建構歷史呢 在這個建模輔助工具列 就是在下面這個地方 記錄建構歷史 那很多人他會以為 這個建構歷史呢是 我們在建模的時候 這個歷史的 建構數這樣 那其實他不是用來做這個事情的 因為我們Ryno 本身不是一個參數式建模的方法 所以他就沒有這個 建構數 那這個建構歷史 他要做些什麼事情 他能做什麼 他其實很好用 他要理解的地方是 他支援的指令清單在這邊 所以他不是每一個動作 都支援建構歷史 那你要怎麼去查這個清單呢 你按一下這裡 這裡有個圖案叫建構歷史設定 按一下 然後按F1 鍵盤上的F1按下去 他就跳出一個 help的網頁 那你把這個help的網頁呢 你就可以去看 他裡面就說明了建構歷史怎麼使用 然後他的規則 然後最下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三個大的欄位 就是他建構歷史的支援指令 我就已經把它騰過來這個地方了 好 那這麼多呢 其實 常用的是幾個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主要 用法是這樣 建模相關 建模相關的啊 主要就有曲線 曲面 實體 然後編輯相關的就有變動 然後還有變形 好 曲線就是 弧形混接啊 好 然後銜接 曲線啊 等等之類的 好 然後還有曲面 建立曲面的方法 單軌 雙軌 然後 簽面 然後 銜接曲面 混接曲面 均分曲面 實體就擠出 變動就是複製 進射 縮放 等等定位 然後還有變形 變形工具 UDT的系列工具 就是 彎曲 然後扭轉 沿著曲線流動 沿著曲面流動 延展 追狀化 這些都有支援 好 那他運作的原理是這樣啊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先執行 紀錄建構歷史 就是要按一下這裡就執行 對不對 然後執行 支援建構歷史的指令 比如說放樣這個指令 他支援 好 我就執行放樣 好 等一下我試給你們看 然後他會產生建構歷史的物件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他建構歷史是用來做些什麼事情 他就是把這個 我們這一個指令 跟最後產生的這個曲面 他產生一個連結的關係 就是一個副指關係 好 什麼叫副指關係 我這邊解釋給大家看 好 操作一下給你們看 什麼叫做 執行紀錄建構歷史 我就按一下 然後 曲面工具 放樣 這裡是一個放樣 1 2 3 Enter 然後這個設定 我都不設定 Enter 然後這個地方我選平直區段 好 然後按確定 那你看這個進構歷史這裡就會跳掉 那我是不是產生的這個曲面 那這個曲面跟這個曲線的關係 就建立了這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就是一個副指關係嘛 那 父親是誰 父親是這三條線 所以我選其中一條線 你看 裡面的兒子 下面這個兒子 這個曲面是兒子嘛 他就跟著改變形狀 所以下面這一條線 他有三條線都是父親 所以這一條線我可以放大 這樣放大 他是不是就改變這個形狀 兒子這個曲面的改變形狀 那在這個建構歷史喔 他有一些規則 什麼東西叫規則 比如說我今天 不小心把這個兒子怎樣 他就這樣移動到 離家出走之後 他就會破壞這個建構歷史 這時候他們的父子關係 就脫離父子關係了 你看我這移動這個爸爸 這裡就不會動 OK 所以這個 建構歷史是很薄弱的 你不要說依賴他去 記錄你整個檔案裡面的連結關係 是不可能的 那他用來做什麼 做造型 做造型 造型這個東西在可調的時候 你看喔 我現在在調這個 這樣很方便 我就可以馬上知道我要的造型 跟我要的比例 跟 我最後所呈現出來的 曲面的結果 就可以馬上看得很清楚 好 這個地方 就是 通常是用來做造型 使用的時候 我們會用建構歷史 然後還有一個 建構歷史呢 他是支援 使令的時候 他就滿足條件 他會自己去支援建構歷史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啊 我現在 這個物件 放樣出來 他是不是已經滿足支援建構歷史 我現在是下一個指令 是複製 複製這個功能 也支援建構歷史 所以我這條線 當我這邊移動的時候 你看 不好意思 我這個地方 複製的時候 我也要按 紀錄建構歷史 複製 OK 你看他這個紀錄建構歷史 就會跳掉 然後這個地方移動 你看 兩個曲面就會跟著移動 這是他的一個優勢 這是他建構歷史的優勢 你看兩個都跟著移動 那我們現在再複製第三個呢 好 來 這一個線 移動的時候 他這裡就跟著移動 好 那這裡第三個 你要再讓他支援建構歷史 再支援建構歷史 所以再複製 好 這時候 就可以 三個連動 好 他就是一個這種連動的效果 那建構歷史 這個地方呢 他在每一次都按 他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會按右鍵 如果你長期要打開的話 你就是總是紀錄建構歷史 OK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 更新植物件 他是不斷更新 我們這樣才會 效果才會好 就是我可以馬上知道 他連動的效果 破壞建構歷史警告 就是離家出走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個破壞的警告 視窗這樣 OK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設定 叫鎖定植物件 如果你打勾 仔細看啊 這地方被我打勾了喔 你看 你拖 他就是不會讓你離家出走 這是防止他們破壞連結 有好有壞喔 我是沒有勾啦 我很少用這個 OK 我都會跟學生說 如果你要 讓他 不被影響 那你就 把他鎖定 鎖在家裡 關在家裡 這個人就不會 沒辦法離家出走了嘛 對不對 OK 然後這兩個也可以鎖定嘛 就不怕被你動到了 這就是一個 他的建構歷史的原理 然後呢 我們裡面這裡 有一個總式紀錄建構歷史 因為我每一次 要用都要點一下 覺得比較麻煩 所以如果你按右鍵 這裡一個總式紀錄打勾 他就會長時間保持 他開啟的狀態 好 那我就這 接下來再示範一下 有一些常用的工具喔 比如說 這個 偏移曲線 他也支援建構歷史 這常用的 我就拿了幾個出來講解喔 偏移 比如說偏移5 這樣 然後因為現在建構歷史 永遠都開著了嘛 所以我這樣調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 馬上就可以跟著 我要的造型去變動 如果移動 你看他破壞了 按取消他回到原位 然後像這個均分曲線啊 他也支援 我用10條 那就可以去調第一條 跟調最後一條 那植物件當然不能動啊 植物件一動 他就破壞建構歷史啊 對不對 他的中間這一個就 失去連結了 好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好 那可以理解這個 建構歷史的運作 我們來講一下 這兩個工具很特別 混間跟銜接這兩個 是非常常用的一個工具 那他在RINO6支援建構歷史之後的表現是這樣 按一下混接 可調式混接啦 我就講可調式混接 這是G2G2嘛 我按確定 好 我就這樣移動 你看這很方便喔 好 這個爸爸移動了嘛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小孩子移動的話 你看 他是不是就破壞了 好這樣沒有錯 這樣沒有錯 好 那我復原 好 那你就可以 混接是這樣 這樣沒錯 這個指令 終於支援了 很好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介紹G0G1G2的原理 其實在建構歷史就很容易被發現 這個端點啊 這個端點 這條線 這條線 你看一動 這個端點 就是G0的嘛 然後G1就是維持一條線 然後這是G2的 所以你看 G2影響這顆 你可以 就透過建構歷史 你就可以很理解 這個G0G1G2的理論 好 好 我們用銜接曲線 好 選這條線 對這條線 好 OK 正切 然後按確定 好 我們把控制點打開 那我們是不是這條線 對這條線 好 那所以這條是 變形的這條 所以它是植物件 好 那這條原本的 曲線 它是副物件 好 所以你看喔 副物件這樣 調整的時候 植物件它這裡 是不是會跟著 調整 好你看 這樣滿有趣的 那可是 兒子是不是不能離架出走 好 你看離架出走 沒事 但是 這個就是銜接曲線 這一次資源建構歷史 很神奇的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 所以以前我們只能挑這邊 啊 若以那個建構歷史的概念 只能調副物件嘛 紙物件不可以調 可是紙物件這次可以調之後 你看喔 調的時候你這樣稍微拉 拉到你覺得想要靠近的位置 放開的時候 它會自己去找一個 最接近那個物件 而且滿足G1連續的 控制點的位置 好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用的 一個功能啊 有時候在調整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方便 那所以我今天如果滿足G2的話 你看我再銜接一次 滿足G2連續 按確定 它就是這一顆啦 對不對 所以我這一顆調整的時候 你看這一顆會跟著動 這樣 這一顆會跟著動 那這一顆我正常來說不能動了 可是你看我這樣調 我希望它寬一點 調寬一點 你看看會怎樣喔 它會自己去找一個 接近 你調到這個寬度 的 G2位置 喔 欸很方便 這個 在銜接支援建構歷史之後 就是有這個好處 好啦 那這兩個比較特別喔 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我們來講曲面的部分喔 曲面的部分 有幾個常用的啊 就是放樣啊 剛剛有介紹 然後單軌雙軌 網線建立曲面都支援 然後 稍微示範一個這個 啊 旋轉成型大家都知道 啊旋轉成型 用建構歷史實在太常用了 啊 這個用力走360度按一下 然後我就開這一條線 的控制點 啊 比如說我現在要調整花瓶 我馬上就可以看到這個花瓶的形狀 啊 就可以馬上知道 所見即所得 這樣可以馬上快速調整 所以建構歷史 要知道怎麼用喔 少了 這個功能 很可惜啊 不然你每一次都要再重新旋轉 每一次都要重新旋轉 然後那邊 效率就會慢人家非常非常的多 好 好 然後接著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銜接曲面跟混接曲面 也支援建構歷史 也是在rino6的時候更新 那我們現在rino7的嘛 啊 它就延續下去 那我先把這個曲面先做出來喔 放樣 放樣 啊 標準確定 那我們放樣的曲面跟這個邊緣線不吻合的時候 可以用銜接曲面 銜接曲面 它可以接的上去喔 好像接上去都破壞了 這是正常的 因為這三條線產生這個面嘛 對不對 然後這裡再接 好 然後接著我再做 雙軌 雙軌 路径1 路径2 斷面1 2 然後就做出這個曲面 好 我們看一下這裡 那這個曲面做出來之後 我現在希望讓它銜接 啊 銜接 我讓它接順嘛 因為我們現在不順了 啊 現在是瑞麗了 我把它接順 把它接順 所以我用一個 銜接 選這個邊緣 曲面的邊緣 接這個邊緣 啊 正接 平均 啊 那我不要 平均 啊 我選下面這個面變形就好 所以曲率曲率 啊 這裡我就讓它維持結構 現在還是自動 自動 比較漂亮 按確定 好 沒關係 破壞建構歷史 是前面的指令被破壞掉 我現在這個面 跟這個面 它之間產生了一個負值關係 所以這個是爸爸 所以它移動的時候 這個面自動就接上去 這非常好用喔 所以當我這一個面 的控制點 你看喔 我這樣稍微調 喔 調太小你們看不出來 調大一點 還要看得出來 我調這顆點好了 更明顯 你看裂開 它這邊就可以馬上接上去 所以你在這邊微調造型的時候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聰明 跟非常非常的好用 喔 你看這邊就跟著調 然後呢 正常這邊調 好你看 我這樣把它拉棚 這邊就 會往下 因為這邊是一個它的 控制點這個概念 好 這邊 往上 這邊一定會往下 好 這樣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裡正常是不能調 可是我希望讓它進去一點 怎麼辦 你就直接調 它會自己去 找一個最接近 G1的位置 不會調到你的那個位置喔 它最接近是G1連續的位置 G2連續的位置 它會自己去接 好用 真的非常好用 好 那所以 你看延伸曲面 延伸曲面 這個工具在這裡 延伸 所以我對這個曲面 延伸或縮短 縮短你看縮短一下 它會自動接進去 然後再延伸出去 它會自動去把它接起來 好 沒問題這可以理解 那我反過來這邊呢 我們 示範一下 混接 好我一樣也是用 這個 雙軌 好我用雙軌 路徑1 路徑2 斷面1 2 確定 然後我一樣 用一個 實體工具的圓管 啊 這個一個常用的一個技巧 把它切開嘛 好 把它炸開 來 我很少 一直開著經過歷史 就是會剛剛會一直跳出那個警告視窗 然後把它延伸 曲面的延伸 這樣 然後兩邊都修剪 好這個很常用 它又跳出來 好因為你每一個步驟都有去記錄 這幾個步驟剛好都 支援 好 然後現在這裡有一個混接 混接啊 記得要連鎖 連鎖 OK 那混接 建構歷史有開的狀態之下 按確定 好 你看你這樣調 它就跟著調 好 好 這裡我先把它刪掉 好 好 我先把建構歷史關掉 好 先關掉囉 你看我再按一次混接 連鎖 好 確定 那你看我這樣調 當然是沒有連動對不對 好 然後你看喔 混接這一次 有一個選項叫編輯 好 那你看喔 它這個地方此模型的曲面 沒有含 紀錄歷史 好 所以就是 建構歷史 這裡面其實也幫助了什麼東西 幫助了這一個 好你看喔 建構歷史 是這樣 好 建構歷史的我復原了嗎 好復原到建構歷史這個 你看我按一下混接 它這裡一個編輯功能 你看它就可以去點一下這個地方 它有紀錄這個 曲面 的 一個 歷史狀態的時候 它可以使用編輯功能 那你就回頭可以再 加入斷面 好 OK 確定 它就多了一個這個斷面 然後你就可以去調 然後可以 不滿意再編輯 點它 然後再加入斷面 好 確定 好 OK 就可以去調整 那當然你去旋轉 這個就本身就支援了嗎 好 OK 這個就是混接跟銜接 紀錄建構歷史的一個運用 好 好 然後實體很簡單 實體 支援建構歷史 幾出系列都有支援 好 所以你就實體這樣 擠出 好 擠出 好 我建構歷史要開 總是紀錄 然後再擠出 所以我這條線去調整的時候 你看我這樣調 它要跟著連動 這大家應該沒什麼問題啊 好 跟著就這樣連動 然後圓管這個工具 也支援 所以這個圓管的尺寸 做好之後 然後這個線呢 我開半透明喔 這個 線的控制點打開 好去調 這圓管就跟著變化 這個就很方便了 這如果你們在做一些飾品啊 在做一些管狀的一些造型設計喔 在連動上就會很方便 你每次都要生成新的管子 你效率就會變得很差 好 然後 變動這裡 變動這裡 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般我們的物件是這樣 如果我今天這樣把它複製 好 複製 Ctrl-C Ctrl-V 好 那你看我這樣放大縮小 它是沒有作用的 好 沒有作用的 Ctrl-C Ctrl-V 是沒有連那個建構歷史的 可是如果我用操作軸 這樣把它複製過去 Auto鍵按著複製過去 這個就支援建構歷史 OK 這個很好用 然後呢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複製功能 所以選它 Enter 這樣 我這樣隨意複製幾個 這個也支援建構歷史 好 可是Ctrl-C Ctrl-V 不支援 OK 然後旋轉一樣也支援 變動標籤這裡面有一個旋轉嘛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旋轉 好 旋轉 L複製功能喔 複製功能 複製功能 好 因為你 轉了之後這樣它才會 有複製它才有連動嘛 不然你沒有複製的話 你就把原本的那個轉走了 好 它就沒有複製物件的關係 好 然後正列系列當然也有支援啦 環形正列 好 五個 然後這個 大小 好 連動 這樣就很方便 然後矩陣 矩陣也是支援的 比如說三個三個 三個 好 接到透視圖 這樣 確定 然後這個矩形 好 調 它就跟著全部連動 好 這是建構歷史 就是在變形變動的一些運用 最後一個變形 這裡我講解一下 其實很多工具它都有支援啊 比如說彎曲扭曲啊 扭轉啊 彎曲扭轉 延曲線流動 然後 延曲面流動 這都很常用的 好 所以我示範幾個 常用的這個工具給你們看喔 沿著曲線流動 這個非常非常常用 所以呢 你看喔 沿著曲線流動 這裡 在這裡 好 然後基準線 目標線 定位過去 好 那你看這條線 不夠長 好 就是太長了 這個物件不夠長 所以它這個長度不夠 所以 當我想要沿著曲線流動 基準線 這裡有一個延展 有沒有 我先把它打開 好 那我就選這個工具 我先把這個結構線先關掉 好 這條線 的控制點 我就這樣調 好 你看它就馬上跟著連動了 好 這非常非常好用喔 如果 當你有些造型 好 根本 很難達到的時候 你要去怎麼做 沿著曲線流動 做搭配建構歷史 好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 我們這樣 就是一個 單軌掃掠嗎 或者是圓管神成 這感覺好像沒什麼難度 可是如果今天我把這個東西 扭轉 你看喔 扭轉 360度 我加無限延伸 好 360度 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物件跟著轉了 因為他們 這幾個動作 都是支援建構歷史 欸 那就很方便了 你看 我竟然可以讓它轉 然後又可以去 調裡面的這個 控制點 好 你看我這樣就可以去調 哇 這個超方便的 你看 馬上 就做出這種 平常根本 畫不太出來的一個效果 好 這種 造型你怎麼畫 如果沒有這兩個工具 我也不會畫 除非叫我去用那種動畫軟體 啊 我剛好沒有學動畫軟體 對不對 好 所以 Ryno這個算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啊 就是 以這種指令 變形指令 是非常非常強的 好啦 那我就再流動一次 流動 沿著曲線流動 流動到圓 那當然這個 裡面的小圓的效果 我把這個地方也是結構線先關掉 你看到這個圓 椭圓 怎麼去調整 都可以馬上去 擬合出 這個 你未來要變形的一個樣子 好 那沿著曲面流動也是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也是支援建構歷史 所以沿著曲面流動的物件 基準面 目標面 點上去 它是不是這個物件 這個logo就上去了嘛 那就很方便啦 我放這個模式好了 不容易看 我用 北極模式 北極模式 大家現在很愛用 你看 這個小logo就上去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調我的logo的位置 這樣是不是調整 調整 然後 對logo上放大 欸 破壞的建構歷史是擠出 可是流動沒有破壞 因為我擠出這個地方 也有建構歷史 你看 它就可以去調 這個在做 造型的時候非常方便 你看這是不是 凸的高度 如果你覺得不夠 你就稍微拉高一點 太高 你就稍微拉低一點 你看 超方便的 這個整個就是 如虎添翼啊 就是這個建構歷史 這個懂了之後 你在做任何的設計啊 在做任何的一些變化的時候 你會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好啦 那我們建構歷史的部分 我們就解釋到這邊 就希望大家在做設計的時候 可以記得有這個功能 它不是用來建構 也不是用來記錄 你的所有的建模的過程 它就是產生這個連動的負值關係 那這個連動的負值關係 本身 是蠻薄弱的 你不要 依賴著這個 大家看的help就知道 好啦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那一樣 大家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有問題 就下面留言 給個 一些回應吧 好啦 掰掰